在一个被焚烧的行李箱中,警方发现了一个烧焦的人头,这起案件凶手极其狡猾,在将尸体肢解后分别在两个地方进行焚烧,警方发现时,事故已经全部叹化,无法提取到DNA,凶手还精心处理了焚尸现场,那么警方该如何侦破此案呢? 2007年年底的一天,民警在村民的带领下来到发现尸体的地方,这是一块长满杂草的荒地,在一个被焚烧的行李箱残骸中,办案人员发现了一个已经被烧焦的头颅和一对人体经过 完全淡化了,已经浓税了,轻轻碰一下都很浓税,基本上都已经烧焦了,都没了 除了这些已经炭化的碎骨外,其他地方都已经被烧成了骨灰 当法医准备从这些残骸中提取DNA时,却失败了 里面的一些电影机找到破坏,就是从找不到能够的结构,就没办法进行比对 侦察员收集了现场所有的残骸,希望通过这些残骸来拼接出死者的尸体,以此来推断死者的身高和体型 然而,无论侦察员怎么努力,能够还原死者尸体的部分都不到三分之一 虽然通过大火焚烧,部分尸体已经焚毁,但是从行李箱的大小来看,它是不足以装下一具完整尸体的 现场的痕迹证明,凶手在焚尸之前就已经将尸体分成了几个部分 身高难以确定,性别不能判断,DNA无法提取,现场没有目击证人,周围未安装监控 在这堆已经高度碳化的碎骨面前,一时间竟让警方无从查起 这个案件比较复杂,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在这堆残骸中,法医冯宁一遍又一遍地做着对比,因为这是目前唯一有价值的线索 在他反复地对比下,几块不起眼的金属残片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些金属片是在现场被当作行李箱残片收集回来的 但是这其中的一块,冯宁却觉得他与众不同 在这些残骸中,除了行李箱的拉杆之外,还有七块金属片 其中四块带有转角的金属片,很明显是行李箱的包边部分 而另外两块金属片非常平整 经过比对,这两块是安装在行李箱拉杆部分,用来加固受力的 七块金属片中还剩下最后一块 但是这一块是做什么用的,却让警方难以鉴别 通过检验后,冯宁发现,其他六块金属片都是铁片 只有这一块是不锈钢的 他认为这并不是行李箱上的燃烧残骸 也不是作案凶器一类的物品 研究过后,冯宁做出一个惊人的判断 这可能是死者身体里面自带的 从死者左侧镜骨损伤的表面来看 冯宁猜测,这块不锈钢片很有可能 是被安装在死者左侧镜骨上的 由此看来,死者身前一定做过骨科手术 根据这一判断 民警很快来到了南宁市各大医院寻求帮助 可是这块不锈钢片在医生的手中倒过了半天 也无法给出一个确确的答案 不过主治医生还是提供了自己的意见 医生说,现在骨骼手术用来加固的都是猛钢 而这种不锈钢材料的金属片虽然不如猛钢 但是在十多年前也经常用于骨科手术中 而根据骨骼表面和钢片非常完美的贴合程度来看 在十多年前能够拥有如此高超手术水平的医生 在南宁绝对不会超过十个 然而,当侦察员们找遍了南宁所有的骨科专家之后 却没有人记得曾经有过这么一位患者 如果死者生前做过骨科手术的推断成立 那么接下来才是冯宁想要提出的重要推测 在尸骨残骸中 这对筋骨的长短并不一致 装有不锈钢片的筋骨要比另一边短四厘米 虽然人的骨骼会在高温的焚烧下出现收缩和变形的情况 但是冯宁认为 这两根相差四厘米的筋骨不像是高温焚烧下变形的 而更像是自然生长形成的 如果死者在做手术时还是一个孩子 那么经过十多年的生长 就会造成两边骨骼长短不一的情况 因此方宁推断 死者生前应该是一名残疾人 失踪人员左腿穴曾严重骨折 这个特征被夹进了寻找失踪人员的悬赏通告里 在各大报纸和电视台刊登播出 一个多星期后 一个名叫李云龙的男子进入了警方世界 李云龙男 三十岁 身高一米七五左右 左腿残疾 六年前李云龙从重庆来南宁打工 在案发时间段突然失踪 为了获得更多线索 民警来到了李云龙的老家 李云龙的父母反应 李云龙十岁那年在重庆做过骨科手术 并且植入了补锈钢片 李云龙的信息与法医推断的死者相吻合 虽然从焚烧过的骸骨中无法提取到死者的DNA 但是侦察员还是提取了李云龙父母的DNA信息备用 与此同时 在南宁的另一组侦察员 已经展开了对李云龙社会关系的调查摸牌 不久之后 一个名叫黄启和的广东籍男子 进入了警方的世界 这名男子一直以来都和李云龙来往密切 并且在案发那段时间 黄启和在当地的一家招待所 有过十几天的入住登记 警方随后来到这家招待所进行调查 但是此时黄启和已经退访离开 而他离开的时间正是警方发现焚尸地点的前一天 经过几天的工作 警方在黄启和的老家膳尾室找到了他 随即对他进行了突击询问 面对民警的询问 黄启和写得非常淡定 对警方的提问三间七口 在犯罪嫌疑人拒不交代的情况下 只有找到更多证据才能使案件取得突破 从分尸的情况来看 凶手应该是在相对封闭的室内进行的 如果黄启和就是本案的凶手 那么在目前掌握的线索中 只有他租住的华康招待所504房间 具备分尸的条件 但是黄启和退房之后 先后又有新的房客入住 房间也被服务员多次打扫过 那么他们都没有发现异常吗 这是一个普通的单间 它有独立卫生间 面积在十平方米左右 一眼看去 墙壁和地面都非常干净 看不出一丝异样 但是经验丰富的苏相谋 还是秀出李斯尚未散去的意味 苏队长将504房间和其他房间做了对比 别的房间和其他房间很明显就不一样 进去的是有点意味 我们所说的就有点欣慰 苏队长立即叫来法医和技术侦查人员 对504房间进行更为细致的检查 经过专业技术的检验 最终在地板缝隙的粉末之下 在床板的背面 在雪白墙壁的表皮之下 都发现了大量的血迹 警方随即提取现场的血迹 和李云龙父母的血迹进行比对 结果显示 死者正是失踪的李云龙 案发的第一现场已经确认 那么作案凶器是什么 又在哪里呢 侦查员对招待所的整栋楼房 进行了全面搜索 在三楼楼道的角落里 警方找到了一把锯子和一把铁锤 经过DNA比对 铁锤上提取的血迹和武林寺房间里的血液样本一致 这把铁锤就是作案凶器 铁证如山 黄喜鹤不得不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在黄喜鹤的带领下 另一处焚尸地点也被找到 黄喜鹤交代 他从广东来到南宁 暗中从事传销活动 在这期间他认识了李云龙 二人结为传销密友 并且经常结拜吸毒 2007年11月26日晚上 两人再次积在黄喜和租住的武林寺房间一起吸毒 但在吸毒之后 两人情绪失控 因为传销上的一些矛盾发生了争吵 丧失理智的黄喜和向李云龙举起了铁锤 在杀害了李云龙后 冷静下来的黄喜鹤在武林四方 肢解了李云龙的尸体 多少钱 这是哪个多少钱 买来做什么呀 买的是哪种游戏 这种啊 这什么时候买的 买来做什么 买来做什么 2008年12月21日 黄喜和被判处死刑